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看到我这一身轻点的打扮 都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件大事了 没错,我们就是要来去领我们的纸胶带漂流箱 这一次是第四个箱子 非常期待,我们走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纸胶带漂流箱 这个是Sally的箱子 用我的手臂来比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箱子它非常大 那里面目前看到 好的,很多泡泡纸 还有很多纸 然后是很多泡泡纸 保护的很严实 OK,看到内人物了 到了第四个箱子 大家或许都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样基本的东西了 像是箱子主人的许愿清单 还有这里有小礼物素材可以自取 以及尤加利可以一个人拿一段 OK,我把这段拿走咯 谢谢谢谢 哦,再来看这个盒子 这里面是手灶纸耶 好漂亮哦 不过这个量看起来好像不够分 好,那我少少拿 这里还有提供印章给大家使用 好,我们可以用在拼贴这个箱子的任务明信片上面 那当然文具空就是这样子 很喜欢和大家分享素材 而且每次都很像是怕你饿肚子的阿嬷一样 给了很多怕你不够用 真的超热情的耶 这次取用的材料包也是 都可以在拼贴上面好好使用了 好,我们进入主题 那这边有一些是要给Sally的部分 我们就先放旁边 其他我们来好好挑一下 它的包装很缜密 是把分装的纸胶带先放在小袋子里面 再用标签纸来标示 好,那我先挑我有兴趣的部分好了 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一款 有一点复古欧风的女孩 它的色调饱满度不会太高 整体有一种幽型的舒适感 诶,这个氛围我有被烧到耶 好啦,我先收起来啦 之后再看要不要买一种卷来收藏 好,再来这个第二卷是铝梦巴黎 好,我们看到旁边 会有一点这样凹凸不平的地方 没有关系 等到要使用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撕开来重新贴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美丽的手绘建筑 它有一种水彩化的温柔感 同时也不失时髦的感觉 这个搭配一些时尚的小物或人物的话 应该很有趣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昭雨幕 它是两斤肉身长久时 有起在昭昭木木的昭雨幕呢 这种天空远景拿来打底很不错 既浪漫又百搭 那这种风格的云彩肯定是要到我的口袋啦 最后这一个是拜伯里小镇 在这一些漂亮箱里面呢 我还进账了蛮多建筑类的设计 各种店面建筑手绘的是既温馨又很时尚 我应该是把它们剪成单一的贴纸形态 来好好收藏这一份小镇风景 OK,我看到它有许愿款是要书写男子 所以我放进去咯 那我们就来好好整理箱子 把它们变整齐之后 封箱 嗨,看到我的出现就知道新的箱子又要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拿的是第五个箱子 是来自小学的 听说这里面有放很多我自己私下买的商品 我也很期待我们走吧 好的,我们来第五度开箱啦 这一次是小学的箱子 我个人非常期待喔 因为这里面有我先前点名和团购的新品 好,赶快来开 喔,这一袋好大包 是我的啊 这是什么 这也是我的啊 天哪,我这两大包占了大家的位子耶 真的是又愉快又抱歉啊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箱子喔 使用这一种质物箱来装箱啊 真的是很聪明又很整洁的收纳方式耶 以后可以学习 再来看一下这一本漂流箱作业 这尺寸有点大本耶 挑选完之后再来进行任务 好,那我们先在这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我获得什么样的素材礼物 有一些呢,是我购买的新品 以后有机会再详细介绍给大家 我们现在稍微带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纸材们 像是有缠纸啊,大家应该不陌生 这里还有成堆的纸招带喔 非常的感谢 OK,我最终决定要从这十卷里面 邀请了四卷到我家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卷 方优 你看蓝色,紫色,黄色的花 是不是很夏天又很清爽啊 这类型的花我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就收回来 当成活泼款的素材使用 这应该很赞 好,我们看到这一卷 暖色回忆 天哪,这个向日葵 还有书签 结合在一起啊,真的好和谐喔 这卷有点像是把手上叶面浓缩 画面很温暖又很丰富 我个人很喜欢向日葵耶 不过这昆虫类呢,就先不要 把他们当成拼贴的小小装饰 也是很可爱啦,我想 再来这一卷呢,它好日系喔 它像是日本的庙会一样 色彩很丰富 或许是可以用来拼贴一些 热闹节庆的感觉 还有气球,还有鸟居啊 这种色彩缤纷的样子啊 看起来就很开心啊 那这个类型的作品我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先收下来 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最后这一个是空想庭园 我本来是没有想要 再拿这种类型的啦 可是你看喔,它真的是气质非凡耶 是优雅的庭园 优雅摆设 我很喜欢这种笔触戏剧的美感 梦想里面的庭园就应该要是这样子的啊 好,介绍完毕了 我们要把这四卷拿来搅招前面看到的 拼贴本作业啦 那最后成果我就不在这边公布了 要留给箱子的主人小学来看 我们处理完之后啊 再把单独要给他的礼物放在中间 完成之后就封箱寄出 好,我们接下来要看到是这次的最后一个开箱 也是我们的第六箱漂流箱 其实这个箱子啊 在途中有一度被寄丢的危机 还好最后平安飘来了 我们感谢物流人员的努力 好,来开箱吧 好,这箱的防状填充物是乌龟饼干呢 好吃 还有泡泡纸以及泡泡纸 这边有纸边包 可以拿一点自己需要的部分 还有这些是可以随意拿的素材 我们看到风格很多人的贴纸门啊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拿了什么好东西 我们先看这个箱子 你看边边啊 很厚的一层胶布 代表有很多人拆过又粘过 打开来看也是一包包的包装 这么多 好,那我来研究一下 这边有蛮多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 这本本子看到了 先来看一下,这超美的耶 里面然是写上了漂流箱的条件 还有内容物的列表 那后面是我们要拼贴的任务 我先把原本箱子主人配置的纸胶带们 以及后来漂流路上新增的分开 再慢慢的挑选 首先看到这个是我从来没有买过的款式 叫做双天红叶 是秋天的 我基本上没有这种造景类的PET胶带 你看这个风红 这个风铃大道 一直在呼唤我要拿它们耶 好,这一卷小安的框框是百搭罐用款 我选这个绿色咖啡色系的 在手装拼贴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现 它应该都是很优秀的配角 我有看过有不少人做出很棒的应用 那当然要来一捆 再来是这两个 食物和无色绽放的凉卷 它前阵子很红 不过我一样是没有想到 这个循环只有40公分 所以我拿了一个循环 你看是非常美丽的棕绿搭配哦 不管是剪下哪一个角落来使用 都可以让手帐变得很有质感 这些手写字也是非常加分的部分耶 好,另外还有这一卷姐妹款 是棕色和橘色的温暖集合 最后我是从随意拿的袋子里面 拿了这些 我选了三个漂亮的妹子 都是我喜欢的气质型女孩 还有这个透明的玫瑰古迹 因为它笔触啊实在是很细致 所以一看到就觉得一定要拿 而且它旁边刀工也切得很好 正在 最后这个 是我妹的星座 是双子 是很可爱的两个妹子 Gimini 嗨 最后啊 再把每一包里面放进我准备的礼物 OK Ready 风箱 哈啰 哈啰 我刚才呢又寄出了最新的箱子了 那随着目前进度到现在啊 开了六个箱子 等于是我们整个脊椒带漂流箱之旅呢 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 最后剩下还有三个箱子 以及我自己的还没有回来 我们也继续期待吧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